我觉得你不是脾气不好 是你根本没把这个男生放在眼里 你压根没把它当回事 第二点 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情侣 也一定要有边界感 这样的一个词的概念 什么叫边界感 就是不做越界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条框 把我们这一对情侣约束在一起 女生做了很多越界的事情 在我看来 在男朋友眼里也是越界的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不感觉到 这个事情是越界而且不对的呢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 评判边界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看你做的这件事 有没有伤害到对方 如果这件事情 有伤害到对方的心 那这件事在你们恋爱当中 在你们恋爱过程 就是越界的事情 而且不要谈着恋爱 还要享受单身的自由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来 涂老师 你手上那个桌子戴了多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来 这件事就稍微地红了 不吝点赞 订阅о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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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你们吧